林黛玉的化身竟然是声名狼藉的秦可卿 她不仅是林黛玉的化身 还是林黛玉的妹妹 这两大金钗究竟有何渊源 秦可卿命丧天香楼 又在隐喻林黛玉什么呢 今天史先生就来和大家 聊聊林黛玉的梦幻化身 秦可卿 在《红楼梦》中呢 存在着许多无法破解之谜 文章中杂揉着无数的梦与幻 有着非常多有趣的谜团 在贾富众多的女性角色中 竟有许多人身上 都有着林黛玉的身影 丫鬟小红是世俗中的林黛玉 小红呢又叫林黛玉 在《红楼梦》中 玉一直被视为美好的象征 至本节来还节去 也是玉的着重描述 又因为林黛玉贾宝玉都带玉字 身为丫鬟的灵红玉呢 怕冲撞了主子 才将其名字改为小红 她与林黛玉表面的同 和本质的异 妙玉呢被称为隐居室外的黛玉 妙玉也是明中黛玉 她与黛玉呢 也都有着相似的脾性 都是一位清高不俗之人 这些化身都展现了 林黛玉的各个侧影 当然了 《红楼梦》中最梦幻之人 秦可卿也是林黛玉的隐形化身 秦可卿淫乱不堪 还与公公爬灰 却还成为林黛玉的隐形化身 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缘由呢 秦可卿和林黛玉身份有多神秘 为何书中都到他俩梦幻仙子 而书中所提的 秦可卿吟丧天香楼 还有着怎样的故事 《红楼梦》中的患字贯穿全文 《纸线斋》开篇就在书中强调着梦 用幻来写诗 用真来描幻 贾宝玉到头来也是吃梦一场 开篇第一回《纸线斋》就连批警幻 着重幻字 梦之幻影绝非是现实中的人 作者以宝玉自语 天生自带其通灵宝玉 以石头之幻想支撑着拆带 使其成为文章中主线故事 但无论是知线的丫鬟 还是主线的爱情故事 或是贯穿全文的兴衰荣辱 都是梦之幻想 纸线斋层披露 一个是镜中之花 一个是水中之月 不仅充满着对拆带的感慨 也是对其最终结局的暗示 除此之外 还描述过二人 黛玉不过是草木之恩 乃是降诛仙草入世 都是无法存在于世的幻想 贾宝玉是梦中幻影 那么薛宝钗自然也是幻影之相 不然也无法存在注定的因缘之事 包括薛宝钗所服用的冷香丸 这样的敢巧之事 是无法用人世间的力量来调制的 既是吃梦 那么再长的梦 也有梦醒的时候 一切无论是往事 还是不复存在的思绪 却都还残留着一位自愈的作者 书冲虽是梦 但故事却是作者自诩 以满指荒唐言来叙述梦 其作者到底在品其中何种滋味呢 《红楼梦》看似梦幻 实则是在已须即时 那么 它到底暗指了哪些史事 《红楼梦》看似是讲述太虚幻境中的虚构之事 但是呢 却在记录真梦真事 开篇所言 假是真来真一假 当我们将这些宝带差爱情 贾府兴盛当作真事的时候 那么 往往就忽略作者所抨击的隐喻之事 它既用太虚幻境于实际 用梦幻之事来言喻政治封建 而这无法点名的梦幻之词 就是不能点破的政治红线 那么 贾宝玉的通灵宝玉 究竟寓意何为 处在景幻仙界的秦可卿 到底有何作用 作者浓默地着重描写秦可卿 为何所有的玄幻之事 都压在他一人身上 况且 秦可卿还有一位正式的身份 那就是景幻仙姑的妹妹 景幻仙子也是开篇所提的酱猪仙草 这也是为何人人都知道 林妹妹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林黛玉啊 原本就是天上的景幻仙子 林黛玉与贾宝玉追溯起源 就是还债因缘 贾宝玉对酱猪仙草有着甘露之恩 她是女娲补天所残留下的丸石 既然想体验世间红尘 那么酱猪仙草也只能跟随着她一起入界 贾宝玉下世为人 那么 林黛玉也只能一同前往 将她滋养的甘露以眼泪偿还 泪尽之时也就是债青之时 这也是林黛玉与贾宝玉因缘 被称为牧师前盟的原因 但牧师前盟原本讲述的是宝代之间的感情线 为何其中关键却是秦可卿呢 为何贾宝玉游历太虚幻境 所了解的云语之事却是秦可卿所教 而林黛玉的真实身份也是被由秦可卿引出来 由此 宝代二人真实的开端就是以秦可卿为入口 由此分析 秦可卿也许就是林黛玉的隐形化身 天香楼隐藏了多少事情 就连银丧天香楼的秦可卿 也从自尽改动为病逝 书中描写 秦可卿竟能找到历史原型 她原本是废太子印人家史中的一妇女 当然了 对秦可卿的描述不是简单的来叙述清朝之事 天香楼的瓜千亿发而动全身 下人口中所谓的爬灰难 以及死后封为龙禁卫的秦可卿 为何与王熙凤托梦 此情节过于敏感 并未言语太多 且受到一改再改 只因触碰了政治红线 原本天香楼之事 是讲述太子印人授风嫔妃 以秦可卿 作为林黛玉最隐秘部分的化身为原型 讲述源于风情到最终的败家受罪 缘起缘灭的孽缘 总是源于一个情字 他不仅暗指秦可卿 叫命丧天香楼 还指明了秦可卿的风月多情 和娇美容貌 为此落得悬梁自尽 而这呢 也揭露着贾府冰山一角腐败的开端 是最后贾府凋零衰败的起源 还暗月了林黛玉的字役结局 因此 秦可卿也是揭秘林黛玉 最隐秘的第二化身 淫乱的秦可卿竟是林黛玉的化身 那么秦可卿命丧天香楼 又在暗指什么呢 秦可卿在红楼中最大的过错 就是爬灰的乱伦罪 也是他最终丧命的原因 而天香楼不仅是讲述他丧命 还有着更大的暗喻 爬灰其实暗指的是 当朝的太子与母妃的乱伦 皇太子印人因为嫔妃李相遇 沉迷情爱整日不处理政事 而他的父皇为了斩断印人的情爱 将他所爱的李相遇强行纳为妾室 但是李相遇即使被皇上纳妃 也没能斩断太子对李相遇的感情 因此 二人常常背着皇上私会 最终还导致李相遇怀孕 最后东窗事发 皇上将太子废除 为保护皇家颜免 最终李相遇选择自尽身亡 李相遇死后 皇上还将他的父母出杀 但凡事有因才有果 若是没有印人父皇的强行纳取 怎么会引得太子情根深重 导致李相遇香消欲云 而李相遇的父母 一代父母官从史记书中消失 竟无人过问 而林黛玉的父亲也是无故病逝 书中也没有过多的交代 两者之间究竟有何联系 这件事是如何引出天香楼事件的 又是如何隐喻着 秦可卿丧命的真相的 纵观整件事 没有贾真对秦可卿的威逼 就不会露出荣国府的腐败 而整件事都是贾境为荣国府埋下的祸根 李相遇明面上是指秦可卿 而实际原形就是林黛玉 当中的太子印人就是贾宝玉 贾宝玉身边有着许多丫鬟 但是在贾宝玉眼中并没有将这些丫鬟 划分为三六九等 她对每一位有着娇美容颜的女子 都有西花之情 在她眼中 所有的女子就应该像花朵一样受到保护 贾宝玉的感情十分丰富 但是她一生之爱就只有林黛玉 此处也寓意贾宝玉与太子 斗着相同的爱情观 也因此道出贾境与宝玉的因果 没有贾府胡乱做主 哄骗贾宝玉与薛宝钗成婚 也不会斩断了贾宝玉与林黛玉之间的情感 造业的开端由康熙映射贾境 不只是宝黛钗三人的情感 还有贾真与秦可卿的罪孽 秦可卿为何是病逝 史上的李湘玉乃是母死子王 而李湘玉的暗制 也是林黛玉情世人亡 因此将秦可卿的病因 来代指李湘玉的身孕 以及林黛玉的纯情 而秦可卿逝世呢 也按照林黛玉的最终结局 天香楼也表明了 贾府金玉其外败叙其中 天香楼事件 也是贾府凋零的开端 而引领这一大家族的家长贾境 才是罪孽的开端 而这种种指向 也就是秦可卿为何是林黛玉化身的原因 因为景患仙子就是秦可卿 而秦可卿凄惨的命运 就是按照林黛玉的结局 因此 秦可卿就是林黛玉最隐秘的梦幻化身 在《红楼梦》中 林黛玉有着许多的化身 这众多女子中 除了秦可卿 还有哪些人是林黛玉的化身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喜欢我们的视频 多多转发 点赞哦 哦 林黛玉